大家好 大家双节快乐 感谢你跨越山海的能看到我这支视频 我是老李 前几天我自从找到我的这个旧的time capsule以后 我就一直耿耿于怀 因为这个坏了 它也不能再用了 就是现在的状态是不加电 像老李这种家庭条件比较窘迫的 你也知道经常就是会对这些老的东西情有独钟 然后像这个老李这种家境比较贫寒的人 基本上是不愿意再去花钱买新的 像这种老的旧的东西 如果说能让它再次复活 那我这个要比买一个新的可能要更高兴一点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看看 能不能让它重获青春 这个的拆解方式是很粗暴的 你可以拿热控枪把四周加热一下吹一下 但是像老李这个比较旧的机器 基本上加不加热已经没有多大用处 它这个胶已经已经就是跟这个机器的本体已经粘到一起了 而且这些胶已经过性了 最好你是有热控枪吹一下 但是你像老李以前经济条件比较好 所以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东西是否拆坏 这里边有一些螺丝拧下来以后 就是现在里边的这个样子 这里边可以看到一个3.5寸的一个硬盘 那如果我要是侥幸把它给搞好的话 我还准备换一个硬盘 老李呢也是有一点这个电路维修基础的 通过这个外用表呢 我也查看到就是 在这个电源板的这个外部电路上有电源输出 但是呢这个具体应该多少福我也不知道 我呢为了省事 我就从网上买了这么一个电源 我们一起看看 这个电源是几十块 我的想法是呢 如果我要去找一个维修师傅 或者是找一个人帮我修呢 实际上我也尝试过 大部分的人呢 由于这个东西的价值不是特别高 很多人并不愿意花时间来修 如果说愿意花修 愿意花时间来修理的人呢 他们可能要价也比较高 这是一个旧的一个电源 但是我试一下 电源这一端连着这个3.5的大硬盘 好 这一部分如果是没有包裹延时的话呢 建议大家戴一个手套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大的这个滤波电容 如果说你不小心手触到这些电容 或者上面那些电路可能会被电到 这边也漏着呢 那你看他的这个电源板 显然没有我的这个干净和心啊 都是这个工厂的啊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念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还原回去试一下 老李在这个少年时代呢 那个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 而且学习态度呢 也不怎么端正 经常呢就是找老师的一些挑老师的一些毛病啊 老师讲错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大家言以为戒 我觉得大概是从这个初中阶段开始啊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隐隐的觉得知识这个东西和教育这个东西应该是大家把知识打散了以后大家一起来讨论 而不是说老师在上面呃夸夸的讲 然后希望每个孩子都记住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问题的 那带着当初这个不怎么端正的学习态度呢 我几乎每一科都没怎么学习好 如果说当时我要好好地学习这个电路这部分知识的话呢 可能这个问题我可以自己去修 也不一定需要再额外买一个电源 因为当时比较年轻也比较狂妄 所以总是觉得这个知识这个东西应该是 对知识产生质疑的时候 老师给我的反馈又不是特别正向的 所以我就经常会对他们有一种抱有一些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像其他好学生那么尊重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还记得在学校的时候 很多老师都喜欢说这样一句话 说我教数学都教了几十年了 我教语文都教了一辈子了 我教历史都教了一辈子了 当时我就在想 我说你教了一辈子像数学这种知识还好 基本上就是说像欧基里德他们发明了一些数学定理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 但是像语文这十年或者这几十年来 其实发生了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历史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相信很多历史老师 他们并不一定都是他们获得的知识很多都是来自于CCTV和一些教科书以及一些教研资料 很少有某些很少有哪些历史老师他们会去博物馆去看一些真实的史料 其实有大部分的历史老师在讲日本投降中国这一部分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知识都是带有很大的一个保留 如果学生们愿意多问几句呢 他们要不然就是不说 要不然也回答的态度非常不端正 很少有历史老师愿意给我们解释当时日本投降那段历史 老李也是后来就是不断的去一些博物馆呢 看一些史料慢慢的就是了解到这些 那其实我的英语老师更是他当时学的英语呢是通过这个词带 那他的这个语法方面的这个知识对孩子们这个通过考试那绝对是很合格的 但实用方面那我就不得而止了 当时我也是因为这个他讲的这个比较声色 所以最后我也就在初中阶段就放弃了这个英语 那回过头来我还想说就是老师们 很多老师他们比较可气一点什么呢 他们有很多人 我这里边指的并不是所有的老师 有些老师他们是一辈子都讲一门科学 讲一门课这个没错 但是他们如果说一辈子都一成不变 不去追求这个背后的原理和这些真理的话 这个实际上呢 那反而是对孩子们的一些戕害 一种戕害 那我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就是叫我的一个同学站起来回答说 鲁迅当时对这个写了这个这篇文章 他当时的是怎么想的 这个我这个同学就很想说 说我哪知道鲁迅是怎么想的 对吧 其实我们心里也是这么想 鲁迅到底怎么想的 这个很难想 很难说他是怎么想的 很可能他寒暇摄影在影射当时的这个政治或者是影射什么东西 你像这个当时的这个西游记 还有这个水谷传 他们都是当朝的作者 影射前朝或者是前几朝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政治环境 咱们现在要是说谈到这个一些清朝的一些事 那很显然那也是在谈论现在的事 因为现在的事不让说这个知识 这个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好的 那现在越扯越压了 我现在就把这个插上电啊 跟大家一起看看 看来真的是电源的问题 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从绿啊 转变成这个黄色 黄色是代表着这个没有网络正常的连接 这个灯是有意义的 那我现在呢 我就用电脑连一下 接下来我在电脑当中打开这个Airport使用工具 因为我在淘宝上看到有很多卖这个电源版的 证明这个电源可能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完了 这密码还忘了 即使接上网线 它还是让我输密码 那我现在只能用这个双清这种方式了 我在这有一个孔 我现在用这个 用这个reset的这种方式 我把这个扎到这里边 那现在在这个电脑当中就可以找到一个 Airport时间返回舱 我选择这个 好下一步 他说让我把这个连到这个互联网 那我先不连 因为都是苹果的设备 如果你有一个苹果电脑来设置这个 那就更方便的多 这里边还有四个报处 他帮我们检查了一些 他认为是一些问题吧 第一就是没连上互联网 也没连上以太网 当然也就没有DNS 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编辑 可以来设置这里边的一些内容 但是其实如果要是连到网络以后 就迎刃而解了 那现在我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这里边内置的硬盘只有500个G 我要换上一个更大一点的硬盘 看看它是不是能有一个更高的性能 以及更大的一个存储能力 是挺有意思 我发现它并不是那种内溜角的 是这种十字的改锥 就能把它给拧掉 这个是一个温控传感器 这个一定要把它给小心的拆掉 然后放到新的硬盘上 因为这个温度的控制 对它的内部的运作 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起这个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工具 不然起坏了的话 很麻烦 因为很小 又不值得我们去 又不知道去哪买 原来带的是500G的一个苹果的硬盘 最后再强调一下 这个电源这个部分 一定是要记住 如果断电以后 手不能碰里面 这里边有很多电容 很多大的电容是储能元件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人体也是一个大的储能元件 如果说你拆这个的时候 尽可能的找一把木椅子 然后别去坐铁椅子 即使坐了铁椅子 如果你要坐了铁椅子 像什么把双脚抬起来离地 这种操作是没有任何鸟用的 你会被电到 即使电拔了也会被电到 好我再次重新连到Time Capsule的时候 它提示我硬盘有问题 我通过格式化以后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磁盘也变成了4T可用 现在它已经变成绿色的了 所有的状态都是正常的 我现在可以通过网络 考一个东西看看 好最后我再跟大家说两句 平时在工作当中 我也经常会看到大家的一些习惯 很多时候大家喜欢把自己电脑桌面的资料 或者是一些工作的文件 需要有一个大块的时间 才能考到外置硬盘里 但是有的时候 由于工作比较庞扎 或者说像生活在北山广的这些人 他们有的时候比较忙 通常找不出一个大块 或者说心情比较平静的时间 来整理自己电脑的数据和资料 这就造成了有的时候电脑都快装满了 也没有几次认认真真的整理资料 一旦主机里的硬盘坏了 那就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损失 大家都知道在2015年以后 有很多盘片的戒指 已经转向了更精密的玻璃戒指 所以说在恢复起来是非常有难度的 而且如果你要是SSD 这种硬盘坏了 几乎就是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是有这种NAS 或者说这种网络的这种磁盘 随手我们增加了一些东西就会烤 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把一些硬盘 不在手边 尤其是像我们新的使用了一些 新事的这种USB接口的话 要转接起来 备份资料就成了一种障碍 这是我在公众当中经常看到的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在备份数据这一块 尽可能给自己别制造那么多的门槛 定期定量的定时的去备份自己的重要资料 毕竟资料这种东西对于我们人生 每个阶段很多人的认识是不同的 我也经常看在有些教程 或者是一些人他们在把一些虚拟机 以及一些什么软路由也放到NAS系统上 我的视频是讲给那些时间比折腾更重要 然后资料比这些物理摸得着看得见的这些东西 更值钱的这些朋友们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好 如果是生活在华北地区的大陆的朋友们 在这个时间段 大家要珍惜这几天的假期 多做户外的活动 少在屋子里边待着看视频 看手机什么的 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百害而无一例的 长时间忙碌在外的朋友们 也别忘了接这个时间回去看看自己的父母 和他们团聚一下 给他们讲讲近期的一些你的近况 也别让他们担心 好的 我是老李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那么点意思 不要点赞还挺大 拜拜